陈绍长妻子去世了 怀着悲痛心情 带着三个子女来牧园扫墓 隔壁传来莺莺哭声 过去一看是刘敏华在哭 陈绍长和刘敏华父亲是顾交 两人聊了起来 陈绍长感叹敏华真懂事 不像他那几个孩子 扫墓像逛公园 你看他们玩的多高兴 敏华父亲也是中年丧鸡 他很怕老婆 后妈有了自己孩子 总欺负敏华 敏华父亲不敢吱声 看到后妈对待孩子的态度 绍长便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 暂时不考虑再婚了 好在几个孩子都很争气 学习都很努力 尤其大儿子 很有自己的想法 绍长姐姐住在家对门 她很关心弟弟再婚问题 最近又说了个姑娘 连照片都要到了 绍长却不答应 她妻子已经去世六年了 她也拉扯孩子们六年了 都习惯了 她担心后妈会对孩子不好 决定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再考虑自己的事 绍长办了所小学 经过不断努力 学生从十二人 到如今三百多人 都是绍长 寒心如苦的结果 这几个孩子 属大姐的儿子学习最好 可惜大姐是个寡妇 生活拮据 一心盼着儿子早点赚钱 改变家里生活 突然给儿子 找了份商场销售工作 绍长不同意 她还小呢 让她好好念念书啊 学费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总还可以对付 这年头念书也没什么好处 那至少让她中学毕业 再做事情去 别说是中学毕业了 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的 还不是一样的没饭吃 一转眼孩子们长大了 输老大最有出息 成了当地最大银行职员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银行算是最好的工作了 月薪很丰厚 姑妈让大纸子别乱花 把第一个月薪水 交给父亲绍长 绍长别提多感动了 不过她让儿子把钱揣起来 只拿了一张钞票 第二天绍长刚到学校 门卫说有个女孩子找她 进屋一看是米华 面养到十多年不见 曾经的小女孩 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 如今米华父亲已经去世 米华托绍长帮她找个事做 别的绍长帮了 让米华当小学教员 还是没问题的 面养到米华当天 就想搬到学校住 原来自从父亲去世后 后妈越来越过分 不仅打骂米华 还让她嫁给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听完事情原委 绍长支持米华 走出后妈的控制 当时不从上学习 教员工资低得可怜 不是个好柴事 不过米华并不介意 她很快与学生打成一片 关于教育 她还有很多既人性化 又前卫的理念 这孩子是你班里的学生啊 是的 她差不多每天都迟到 这种情形你应该负点责任 我也问过她 可是她母亲最近生孩子 家里又没有人 她每天上学之前 还得生炉子烧水买东西 所以她就常常迟到了 我觉得这种情形是可以原谅的 并且我反对打手心 你反对打手心 因为对学生用体罚 现在已经落伍了 我打了几十年的手心了 从来没人说我不对了 时间过得很快 绍长大儿子要订婚了 新娘是银行总经理女儿 绍长换了新衣服 打算刮个胡子 去参加订婚案 好巧不巧 少长跟儿子儿媳相遇了 大儿子却很生气 爸爸 你这个人简直糟透了 怎么了 你刮胡子 为什么不到店里的去刮 他要在马路上刮呢 这是价廉物美的 有什么不好人 偏偏又给他看见了 他回去一定告诉他父亲 说你是一个 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 大儿子很聪明 没过多久就把未婚妻拿下 步入婚姻殿堂 可两家毕竟相差选属 连跟大儿媳下嫁过来的老妈子 都因为睡不到床而生气 妹妹生气了 把我的床让给你的老妈子 你不想想 我们已经把屋子让给你了 姑妈也搬出去住了 这不全是为了你 你还要怎么样 眼见大家都为难 少长把自己的床 让给了老妈子 只要儿子过得好 他受多大委屈都行 大儿子也够生气 凭借老丈人的资源和自身能力 很快买了栋花园洋房 一家人彻底跟老房子告了别 大房子有了 小汽车也有了 大儿子感觉身份地位上来了 唯独整天依然挤电车的父亲 很是傻风景 现在电车又挤又乱 刚才我看你在那等车 心里非常不安 你想 要是给亲戚朋友们看见 一定还要怪我们做小辈的不好 你也应该替我详情 我现在是安平银行的副经理 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地位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里的详详服务 可是我并不老啊 你弄错了 你得认清楚 一个人老不老 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来做标准的 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 比如你 人家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老太爷了 你就得按着老太爷的路子走 不然 人家看了就不顺眼 绍长理解儿子的话了 老不老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当别人看你不顺眼 说你不能干 你不老也得老 想干也不能干 虽然不情愿 但绍长还是决定学着做一位老太爷 他辞去校长职务 并让教育理念先进的敏华 接替校长位置 绍长事无巨细地交代工作 敏华想留下一张绍长照片 他感觉经营学校不容易 经常看看绍长照片 会给自己力量 可看着连给猫喂食 都要交代的父亲 大儿子夫妻俩很不理解 他怎么又不出来了 这位老太爷可真麻烦 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时间过得很快 绍长一晃五十岁了 大儿子执意要给父亲举办五十大寿 并不是他有多孝心 而是大儿子要接这场寿宴 结识更多社会各界名流人士 宴会大厅摆满了麻将桌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主人翁绍长却躲在楼上 眼不见心不烦 玩到一半 但大儿子要去参加个大学演讲 演讲内容全是广播 大儿子语重心长 对学生们说 绝对不能赌钱 因为赌钱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 拿兄弟来说吧 对任何赌博 什么麻将啦 做哈啦 罗松拍酒啦 都是一窍不通 兄弟在社会上能有今天这一点地位 就因为我们有这些嗜好 兄弟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赌钱 刚才麻将还玩得飞起的大儿子 转眼变成了个三好企业家 父亲绍长听不下去 他实在无法做到连自己都骗 在家里实在带不下去 烧场想去学校看看 来到久违的学校 一切都是那么亲切 敏华给烧场煮了碗粥 虽然比不上家里的大鱼大肉 但心里却暖和了许多 可面昂到刚回家 就被全家人一顿臭妈 出去溜达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吓得大家差点报警 数落完还没等父亲说话 一家老小又去打牌了 不知不觉很晚 大家留下寿宴鹤里纷纷离开 大儿子一家也不例外 夫妻俩让大孙子 把礼物递给爷爷 绍长很期待 打开一看 吓一大跳 礼物居然是个墓园模型 绍长冷汗直流 却被儿子儿媳嘲笑 太怕死了 我不是怕死 我怕的是灯 绍长实在没想到 自己为孩子们操劳了半辈子 好不容易熬出头 孩子们却已经准备为他料理后事 准备入丧事宜了 绍长决定找点事做 大儿子感觉这是在打自己脸 不想让外人笑话自己 大儿子允许父亲游山玩水 赏花饮酒 就是不能出去工作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清明节这天 孩子们太忙没时间 绍长一个人来给王妻扫墓 碰到了正给母亲扫墓的米华 家里人不理解自己 唯独米华不禁懂绍长 还觉得他真的应该出去找份工作 如今的绍长 正是集学问和经验 与一身的年龄 成熟有能力 正是为国家发光发热的好年纪 谁也不能剥夺了你的工作权 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 除了青年就是老年 好像没有中年似的 其实最可宝贵的是中年 眼看米华这么认可自己 绍长心情得到一丝安慰 米华提议绍长回来继续当校长 绍长不想影响米华 只想当个教员就好了 瞒着家里人偷偷出来教课 可指终究包不住火 家里人还是知道了 无论如何你得为我想想 人家要是知道我父亲还在做小学教员 这实在太不像话 说了半天还是你的面子要紧的 建忠 如果你觉得我丢你的脸 你就别承认我是你的老子 眼看父亲这么酱 大儿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先不去管父亲 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绍长感觉浑身充满精力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不过当时的教员毕竟工资很低 有同事熬不住 要去新加坡投奔亲戚 贩卖香蕉 临走时同时找到绍长 他喜欢敏华很久了 始终没有表白 临走时决定拼一把 想请绍长帮自己说梅 牵个红线 不知为何绍长心里很不舒服 敏华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问绍长 那你为什么向我跟他结婚 难道我还能叫你跟我结婚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天 绍长简直不敢相信 他认为敏华是在同情他 可怜他 并且想报答曾经的恩情而已 可怜 我从来没想到你 必要人家可怜你 彼此心意相通 绍长很感动 他连忙答复同事 陈先生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跟他说了 说了 他怎么样 他答应跟我结婚了 啊 跟你结婚 随后绍长把再婚的想法 透露给家人 却遭到子女一致反对 你要结婚早就该结了 为什么十年前不结 十年前 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小呢 我是为了你们才不结婚的 怎么 十年前我不结婚 反倒是我错了呢 子女们还是不理解 以不让继续住阳楼 来阻止绍长再婚 因为大儿子岳父资助过学校 是学校的名誉董事长 大儿子便以代理董事长身份 炒掉了校长敏华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残酷呢 为什么我要结婚就好像犯罪 大概这个世界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你又错了 你以为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 绝对不是 他们不过是为老先衰的一群罢了 为了缓解绍长苦闷的心情 敏华拉着他跟学生们出去吹游 没想到半路竟看到了大儿子为自己盖的墓园 万万没想到 活着的时候儿子要跟自己绝交 死了却整得这么隆重 是 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 对于死看的这么重要 而并不讲究怎么样好好的活下去 这句话突然点醒绍长了 他们不是没房子吗 当地决定把墓园改成婚房 在盖所学校 以后就在这住 在这工作了 很快两人有了孩子 学生们也越来越多 校长的未来 就像眼前这些小生命一样 刚刚开启篇章 也有 ABRO 我们都在这些小生命一样